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善书 借银对治路 主诸先佛为福佑帝君 福佑帝君将 第十七章 圣事 著书 情深似海永难忘 海誓山蒙愿如常 比一双非成家偶 为谋生计两地盲 聚少离多士和音 素是一度抢新娘 对治之方和琐事 正得受节免情商 昔时在交通工具上不便捷的年代 商旅必须旷日费时 而今交通便利 虽然缩短商旅的时间 但是夫妻聚首时间 仍然无法因交通便利而增加 总有夫妻为生计 而分处一地 或因工作时间日夜不同 双双成为最陌生的夫妻 但人的情感必须长时间地培养 才能显出温情 所以聚少离多 往往为婚姻关系埋下不定时炸弹 由因道果 加许多元 这些元会发展出善恶 各自不同的因果 所以有说因果如蜘蛛网般复杂 夫妻聚少离多的前因 在于素氏妒忌家偶 或是权强霸女子所致的过报 不过从现实面而论 人欲往高处爬 所以哪里有机会 即往哪里钻 其知情感违惧不易 外来纷扰诱惑过多 亦是无法正得受节 不用外扰 自新营业已横生 夫妻关系则危在旦夕 聚少离多的婚姻关系 在现代人的眼里是司空见惯 在台江地区离婚率高居不下 其中的原因是 聚少离多又无法修身养性 时时享热在灯红酒绿的环境 另一原因才是素叶侵扰 因而世人不可本末倒置 无有检讨反思 而怪罪素氏恶业 素氏折散家偶 今生必有夫妻聚少离多的过报 譬如世人耳熟能详的 牛郎之女的神话故事 牛郎生性憨厚耿直 却遭其凶七五要求牛郎 以九头牛脚回十头牛的奸计 欲使家中少根眼中钉 但牛郎因缘际会 巧遇先人之隐 密得一头生病的老牛 经其细心照顾而其死回生 老牛欲报恩情 于是介绍由天界偷下凡的 仙女之女为终生伴侣 牛郎的凶嫂妒忌其际遇而壮告上天 其料之女乃天地的掌上明珠 因此怒而画下银河 使牛郎之女每年仅能见面一次 此段神话以牛郎的凶嫂 为因果观论主角 其因度心拆散家偶 来世必尝聚少离多的过报 综合而论 为人正直 履行道德 则没有桃花源纷扰纠缠 但夫妻聚少离多 而转伦又久 难防素食银业渊渊显成破坏姻缘 所以对质之方 仍应以成颤素叶为药 深入阅 藤所叶聚盛 只要藤所叶聚监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由于天使紧急,应赶紧行善度众,以气天心。 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期望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